五十八岁不老男神张卫健 Diti自从2009年1月 与小九岁内地女演员张倩拉埋天窗后 因女方身体原因约定做丁克夫妻 无儿无女但幸福不减 前两年张卫健八旬母亲于嘉碧 曾因永迟摔倒身体欠家 一向二十四孝子的她 只好留在香港照顾母亲 与太太张倩长期分居两地 与妻子张倩丁克一四年 鲜少沾染桃色新闻的张卫健 昨晚十五突遭香港某周刊爆料 与圈外女粉丝秘密诞下一位私生女 只指是斑板谈永林 令人震惊不已 据该周刊报道称 当天下午张卫健与一对神秘母女 前往西贡码头出海游玩 宛如一家三口一般相处自然 曝光画面中 身穿白色衬衫 搭蓝色阔腿裤的张卫健 头戴一顶鱼肤帽 一身休闲打扮 栋铃外表不似五十八岁年纪 只见她右手拿着雨伞 左手端着饮料走在前面 不时回头 与跟在后面的母女俩交流 神情紧张 父爱泛滥 相众 女子身材有料 怀中小女孩扎着长边可爱乖巧 但从港媒视出的画面来看 确实让人引起误会 但事实真相却并非如此 闹了个乌龙 5月16日下午 张卫健本尊火速出面回应 揭晓神秘母女身份 其实是已故导演前国伟 四十岁遗双陈婉 及五岁喃喃 她解释称当天是神父安排的出海 想帮着故有妻女走出阴满 并无她意 为了 张卫健自言光明正大 并不担心传出绯闻 因为远在北京的太太张倩也是先知晓 据悉 曾制作出讲媒人 媒女厨房 媒人鱼等家作的 知名香港导演前国伟 与港姐妻子陈婉 婚后育有一女 唏嘘的是 2020年10月前国伟因患癌病逝 留下母女俩相依为命 与前国伟私交甚笃的张卫健 不仅亲自现身吊艳 而且还与郑一剑 林晓峰 钱佳乐 方立生等人抬官扶林 有情有义 丧礼上 张卫健承诺会帮助只有照顾家人 是前国伟女儿为己出 这三年来 她也确实兑现了自己承诺 助陈婉威付出赚钱养家 节假日为小孩买礼物 事实上 张卫健自己的婚姻也很幸福 她与内地女星张倩邂逅于1999年 二人拍摄陈梦吉传奇 神捕石英系申情 两人拍拖长达10年 才于2009年1月12日 在菲律宾举行教堂婚礼 婚后 张倩曾两度怀孕成功 但老天爱捉弄人 肚中宝宝每到八个月左右 便意外流产 两度怀孕流产后 让张倩身心俱疲 一度患上抑郁症 为了太太的身体健康考虑 张卫健决定不再追求生儿育女 夫妇俩约定做丁克夫妇 前些年 因为疫情关系的影响 张卫健与太太张倩被迫分隔两地 现如今 老母亲又健康欠家 两夫妻继续分居生活 但感情仍旧稳定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必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